那另外一位呢 一直被这个追打的赖清德 居然他的最大的罪名 是拥有一个 他祖父跟爸爸时代 所居住的一个破旧的公导 变成废墟之后 所改建的一栋房子 最了解这个状况的 就是矿工之子眼中的 台湾矿宅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 林建龙教授 林教授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各位大家好 你还是那么帅 有吗 赖清德比较帅 你们俩是不同的帅好不好 这流氓教授 我们在十几年前 常常一起上电视的节目 时间过好快 非常谢谢林建龙教授 接受我的访问 因为据说很多的电视 跟广播节目都邀请您 你都没有答应 对 差不多十一十二年了 似乎是隐居 温孤山来 又回到那种旷村的那种 那种乡下小孩 你自己是在哪个 我这是基隆的叫新一坑 岳梅山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你是基隆人 因为我在基隆长大 其实对于矿工的小孩 跟矿工家庭 我是多多少少熟悉的 你有没有进入我们的矿区 岳梅山那里 岳梅山我没有去过 因为我在写赖清德的故事 所以我去了好几个煤矿园区 活动啊 新平市啊 外里的他们那个 中福村的旁边 就他们家旁边的那个 中福村台语什么叫 我才能说 中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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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白就是一百度的意思 凡是矿村 它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你现在看 你没有吸取天地之精华 然后它不是说 上天特别富裕的话 它不会有矿产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不会有黑金的 像我们岳梅山也是 现在当然都被摧毁了嘛 现在什么 以前后来有回料二厂啊 还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建设 国民党美学啊 弄到最后整个 原本可以说是有一种 虽然是充满煤灰 然后被那种乌黑的空隙笼罩 可是那个整个 那个早晨 那个晨曦来了 太阳一照 你从山上看下来 整个那种宁静的气氛 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加上那个山室 山室是非常有灵性的 有人在讲说 什么龙穴啊 什么呀 它本来就是龙穴 因为你那个矿坑 如果不是精灵 或者是说属龙之穴的话 它是不会产出黑金的啦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谜底终于让你来解释 地灵人节只是被环境所阻碍 暂时啊 这个delay 暂时拖延一下而已 时机到的时候 该出头的人 他就会出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煤矿的这个 矿坑之所在 其实它就是 啊 它就是时间的累积 这个环境的淬炼之下 才有煤矿 所以那些地方 就都是好风水的地方 地灵怎么可能没有人节 但是人节 它是被环境压着 因为恶劣的环境 压在那个地方 所以应该怪不得 矿工之子里面 会出现像你这样的流氓教授 会出现像吴念真这样的 这个优秀的导演 会出现这个赖清德 那个恰专 那个作者啊 林璀莉啊 也是 是我的童年 矿区 矿村 我们矿村里面 他比我大了两三岁 对啊 就是特别是怎么讲 就是说 矿村的小孩子 他跟眷村 等一下我们会来做一个 一个强烈的对比 因为他从小 你如果说从矿区里面 出生的话 你是只认识自己 村子里面的 一切的人文活动 然后产业的活动 然后你不知道说 这个环境有多恶劣 然后大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爸爸 我们阿爸 甚至我们阿母 他们必须要在矿坑里面 跟矿坑外面 所以外面就是 女人做的工作嘛 坑外杂工 对对对 坑外杂工 坑外杂工 就是屈公所的人 他乡公所的人 他不了解 所以在妈妈被写到一个 坑外杂工 他这样乱写一通 他写成坑外杂工 那个我们叫做台亚咖 台亚咖 台亚咖 文字怎么写 台亚就是 台亚就是我们 中文讲塞嘛 就是 这个塞 就是塞选 有没有 我们叫塞选 塞选 对对对 那如果说中文正式来讲的 叫做选 选减煤厂 对 你应该是说 他在选减煤厂工作 那是在坑外 为什么呢 你如果说 你从那个坑道 你站在坑道 如果说 这个矿坑 正在 正在生产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不时有这个 这个 土砍车 我们台语叫土砍车 那你们那个 像台糖糖厂 那就是轻煤车 然后很多人会把 煤矿的煤矿车 跟那个轻煤车 混在一起 不是这样子 我们那个就是 土炭车 那土炭车 它为什么叫土炭车 是有的车 再土出来的 有的车 再炭出来的 那再土出来的话 出了坑 就会有两个女人 去推那个 那个在土的 在土的呢 它会推到那个轨道 它是一个支轨 有两个支轨 那个轨道的尽头 它就 你就发现 那个叫做土炭 土炭 就是矿坑 你要踩到矿以前 一定要先挖土 不是吗 绝境嘛 对 就是绝境 我们是 是转洞进去的 那个等一下再来讲 先讲 先讲 赖金德他妈妈 在做什么 我妈妈也做过 我大姐 通通做过 矿坑的女人 就是一定 她的寿命 一旦嫁到 嫁到矿坑 或者是说 她是在矿坑出生的话 特别是 她是长女 女生都做这些 都做这些 然后你就是说 那个废土车出来了 这个就叫土车 出来两个女人一起 因为一般的话 我们男人的矿工 是一个人推就可以了 他们要两个人推 推到土墩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轨道的尽头 就是土墩嘛 土墩 我们叫做土墩 就是说 从远方一直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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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囤过来 从他离他最近的地方 他就把他倒下去 那个车 土墩 吞 吞 然后空车 在推到那个坑口去 交给矿工 他们又进去了 那另外一种是探车 就是砍车 是再探得出来的 又会有两个女人会去接 那个男的推车工也会跟着 那他就是从右边这个轨道 到尽头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巨大的那种 铁网的那个塞 然后那个男性的 男性的矿工他会把它推倒 那女性的那个台下咖 会在那边用圆锹这样子 刷挑一直挑一直挑 把这个是我们的生机 我们的命脉 那个煤炭 把他挑挑挑 那那个男工也会帮忙挑 迅速把三个人一直 眼镶一直推推 又把他铲光了 铲到那个铁网上面去 那底下的叫做台下咖 上面的工作是这样 底下的台下咖就开始启动 把那个大的铁铛网 推啊右边推 左边推一直推 就开始胎了 要胎什么呢 碳粉状的 它会掉下去 对分大小块 块状的它会流下来 流下流下来以后 胎完了以后 那个铁胎大 那个巨大的铁胎 会往那个旋减煤上 降下来 降下来以后 它就变成说是 碳粉是归一堆 碳块是归一边 然后就是这个轻便车 就是载煤的轻便车 又有一条轻便车 就是把这个他 这个碳粉 装到轻便车上面去 或者是把碳块 整个装到轻便车上面去 然后他们就会出来了 出来就是山坡地 就载着煤炭 用山坡地这样子 往下面冲嘛 那沿路都是矿疗嘛 我们就是躺疗啊 沿路都是躺疗啊 躺疗啊小孩子 就是很可怜啊 躺疗啊小孩子 小孩子不是要玩吗 他们早上一早 我说那个刚讲说 赖清德他妈妈 我妈妈 他们就是做这种工作 叫台压卡嘛 车子一旦 一旦出去了 就是跟小孩子有关的 跟台压卡的大人 没有关系的 那赖清德爸爸是在 跟我爸爸 他们是在坑内里面 负责挖煤的 他们的太太是在外面 负责做台压卡 这样太太太 把他选出两种不同的 这个体积的那种煤炭 然后吹出去 吹出去以后 就是交给轻便车工 推车工由上面往下来 就会发现一大堆小孩子 在轻便车旁边玩嘛 那玩了一个 他表面上在那边玩啊 其实他减煤炭可以卖钱 减煤炭啊 减那个碳粉啊 那也是在帮妈妈嘛 帮家里面增加收入 帮爸爸妈妈嘛 起码说我们 我们这个炭 煤炭用的 大概有一点剩 有一点剩的话 像就交给男生 男生会背着 到室内去卖啊 对卖个这个 矿矿的老板也不管这些 五角一块 那个他没有办法管 它废弃的 比如说这个轻便车呢 它像这样子 油高 它也不是说很高啦 它不是不是陡坡啦 我们煤炭在台湾北部 都是在那个潜山丘陵嘛 潜山丘陵 那个坡的斜路 不是很陡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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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涂炭车 一旦下来之后 发现那个 前面有 有 有小朋友嘛 在那边玩嘛 啊 我说男孩子 男孩子玩什么 他不是玩那个玻璃珠 玩煤炭哦 没有 龙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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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眼珠嘛 那免质 免质啊 免质去买啊 啊 女孩子就是玩跳绳嘛 啊 女孩子跳绳 他 他很多都是背后 用矮筋啊 背筋啊 背那个 那个弟弟妹妹嘛 背着妹妹弟弟哦 对啊 背着那个婴儿嘛 我的妈呀 那在那边边跳绳嘛 啊 边干什么 边等那个 那个铁轨会震动 铁轨一旦震动 哇 他就知道 来了来来来 那个煤车来了 那如果说是 是单 单向下来的煤车 通常会赶小孩子嘛 那都不敢嘛 那都 你大人 你撒头拖车的人 那个推车工 他看到小孩子在那边玩 他知道那小孩子 是在等着 看有没有煤矿 煤血啊 可以 煤粉啊 他碳粉啊 可以 可以多少 取一点嘛 那那个 女孩子是边跳绳 很多都是边背着 那个 那个小婴儿 然后他手里面 还拿着一个小波机 拿一个小扫帚 在那边跳 边跳 就很好玩 那个画面啊 我在写的时候 就把那个 画面都画出来 所以这些写的都是 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经历 我就是身在那里 我比 莱均德大三岁嘛 然后 然后他就是 就是 一发现铁轨震动了 哇 他就赶快 就停止游戏 就不敢再玩了 就严正以待了 如果是 单向的车子过来 有些心地 比较好一点的 那个 推车工 他知道那孩子在那里玩 那孩子在那里玩 主要也是 有点要求偷 他远远的 开始 他都是骂给老板听的 骂给矿主听的 就是三字星的 咬住 咬咬咬咬 那咬 他就那个 那个大块 那个煤块 越大块 越好 就丢小孩子 其实不是 他从来不会丢到小孩子 他是往地面砸 砸以后会碎成小块嘛 那小朋友去 或者是 除了小块 莓块以外 还会有一些碳粉嘛 那那些女孩子 赶快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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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面不是 就 变变嘛 他的 小扫帚 小 小波机 就停止游戏 赶快过去扫了 有人有份多少 就大家少一点 减一点这样子 那是 那是心地好的 那还有一种 是汇车 就是说 你这个涂炭车 下来 那到了 下来去哪里 去村外 矿村外 有这个叫做卸煤厂 卸煤厂就有卡车 把它运走嘛 像我们那里 就是 就是运到港边 轮船再 再运到台中 高雄 到处去嘛 那 如果说是 遇到两车 汇车怎么办 我们那个 就是单线铁轨 对啊 汇车楼啊 单线铁轨 那 载煤的跟空车的 汇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技巧就来了 空车的要翻 翻开来 让这个 让这个 他要这样子 让这个满车的过去 OK 他在翻车的时候 他不是刚刚去 泄煤厂 泄过煤了吗 有一些煤粉啊 当然他会有一些残余啊 他心地好的 有个残余 多放一点残余啊 真的啊 他在翻车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 比较多的碳粉跟碳穴 可以让小孩子 你们再去捡 小孩子可以少 可以捡 这个就是 小孩子的 真正的目的啦 他的游戏的 背后的目的 是这样的 矿工 家庭孩子的日常 日常啊 那是日常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 这是有很多 矿中 矿区里面的文化 也不是说 你去当过两三年 或几年 几年矿工 你大概就会体会到 不是 而是你要在那边 出生 长大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个 这里的生活方式 背后是有深层文化的 外面没有办法了解的 像我 我住的 我住的 矿村 我们是从我 真祖父 我们阿祖 我爸爸今年 在的时候 是99岁 他的阿公 他的阿公 就开始在那里搭 搭那个矿僚 最早是 用主管做的 然后再来眼镜 就说 变成是 黑帮家库 黑帮家库 这帮家库 再眼镜 就变成 这个 这个 再来眼镜 才是 你们所看到的 赖清德他们家 现在的原貌 这个我们叫做 换出 我家也是一样 赖清德 他的祖父 据说 他的祖父 有人从台营 什么资料去查到 赖万发先生 赖万发先生 在日本大政年间 就已经 已经到那里去了 已经在那里 当放风了 1906年 1906年就在那里了 只是说 他祖父所盖的 可能跟现在的 中午路84号 这个位置 有点差距 比较里面 那他这个84号 是因为 因为他们 他们最近不是有个 94岁老 老旷工出来讲 说本来要把他们 蓋在里面 有什么帮他们蓋呢 因为他爸爸死掉 又留下 孤儿寡母 七个人 真可怜 你现在 那时候台下 一天只剩20块 你要怎么过活下去 也没地方住 然后那个矿场的人说 要帮他们 要盖一间陪他们 那我们的文化就是 盖一间陪他们 去一间背后人 背后人都要背了 他就一条命 用自己的 去带台湾发电 在盖的时候 是我们的文化是 不能让别人盖的 你不是去请那个什么 水泥匠 木匠什么匠 没有那回事 自己盖 都是我们 帮人自己去的 过心也同样 北部过心 看过人过心 没有人 你带人 你观察 没有人 从来不会有外人 来帮我们扛棺材 都是自己 矿工 自己扛棺材 就是这样子 他们不是那种 假恶丑的 开口 比如血浓于水 我们的文化 是不会讲话的 我们的文化 就是自己就是一个 默默的展现 我们的文化内涵 自己是一个聚落 部落 我们根本就是部落 我们是黑色部落 那我们家也是一样 也是 叫公家厨 然后再来是 房子厨 黑房子厨 再来是 这个 这公家厨 再来是 今天的这个 饭厨 你去我家 我家就是长得 跟赖金德他家 是完全一样的 变成一个小砖房 就是一两层 一二楼 一二楼 就是饭厨 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有的矿区的人 眼镜 他的眼镜的过程 都是这样 他们的矿宅的眼镜过程 是这样 然后生活的模式 现在目前所呈现的 现在呈现的面貌 也是这样 你说每个地方都类似 对啊 不管你去我家 去我家 我们在基隆市的月明路 你进去看你就知道 到处都是这种 一二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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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童年的时候 是非常可怜 哪有这个一二楼的 可以煮 黑房子 黑房子 就是小小的 然后一个大通部 通部都是睡通部 都睡通部 对啊 甘蔗板隔间的钱都没有 坦白跟你讲 我有去看那个 侯洞的那些 废弃的工僚 侯洞还好 侯洞 侯洞那时候 侯洞 还算比较好的地方 侯洞 当然那个水山 瑞山煤矿 那里建兴 那个不得了 那是大咖的矿主 那个成本是最大 全台湾最大的 所以他矿工的收入 会比较好 收入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矿工 没有说他专属于哪一个矿 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一组人 在不同的地方 他不是说只有一组人 他是随时会跳到别的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因为我们那个矿坑是这样子 一个矿主 他申请到 这个采矿许可 他开始用外包 他是包给那个小包 小包我们叫做修陶 他都是分包制的 比如说我 我采这个矿 经过工程师的探勘 这边的储存量 总共比如说有几十万吨 他预计可以开采多少年 那算下来每天要采多少台车 就是推出来的 不能只是废土 不能只是土石车 要有煤车出来 对 那一个功能 如果可以帮他采到四台车的煤出来 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如果你只采到一台或两台车 那他就可能没有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做出很多违反矿场安全的事情 违压到我们的生命 那国民党当时是长期执政 是绝对独裁的政府 他就是愿意跟他勾结 勾结之后你就知道 背后是什么内幕 对不对 只是按这个table在那边做事情 条件讲好了 就任由矿主去做了 我们不是在怪矿主 比如说赖金泽他爸爸死了 你猜猜说我帮你去一间 去一间跪人了 为什么他在没有死以前 你没有在矿场安全上面去加强 让他不用死 他爸那个时候 如果救护人员快一点到 或者是有一个氧气筒 或者是有个防护罩 那都是我们自己救的 对啊 他爸爸就是冤死 你听我讲 你救护人员来 你也不敢进去 你根本不敢进去 我们的人才敢进去 我刚才回到说 他们在矿区的这种交流 我爸爸一定是去过 董爸爸这边采矿 他爸爸 赖金德爸爸也一定去过 我们信仪坑 基隆信仪坑采过矿 为什么 我刚刚不是说分包制吗 这修陶嘛 修陶分包制 比如他这一个团队 今天有人受伤了 我们是用大小伤口 用这个碳废 还有这个黑坛 华国作家那个佐拉 那个Emily Zola 他不是形容说 矿工吐出来的坛是黑色的吗 这黑坛跟沙废 我们甚至用自己的尸体 在帮台湾发电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些矿工 每天都有人伤嘛 每天都有人受伤嘛 那如果说运气不好 今天七八个人 五六个人受伤 怎么办 甚至有重伤的 有伤残的 有死亡的 他就要到别的矿 去掉人手 比如说来掉人手 我爸爸这个团队 比较没有人受伤 他们就会过去 那边董包那边资源 我们这边受伤的人多 董包那边 也会到这边来资源 那不是只有两矿 相互资源 很多的矿 那彼此这样子 互相互交流 所以他们应该都是认识的 那这个修陶 他本身就是说 他也是矿工 他比较不用做 不用去 亲自去掘嘛 去乌头团嘛 因为他是小老板的意思 但是其实他也是矿工出身的 他比较资深嘛 带着一些年轻的矿工 比如说当时 赖金德他爸爸 过世的时候是33岁 他们的小头 应该就是说五六十岁的人 至少有四十五岁以上的人 才能够带得动他们嘛 他的经验传承 等于说矿场的安全 是靠着小头 靠着这些资深的矿工 在带那些年轻的矿工 等于是用老的来保护小的 用有经验的来保护 没有经验的 是这样子用经验的传承 所以他会衍生出我们 矿矿跟特有的文化 就是这个道理 那可是有些没良心的人说 那你可以不要做矿工 你可以去做别的工作 你最近比较高啊 会有风险 在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是两千年才疯狂 但是万里的这个 中福村的那个 赖金德的爸爸 他不幸过世的 历难的那个地方 大概1988年就疯狂了嘛 那在矿坑长大的 那里也差不多 1980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 你讲的两千年 那个不对啦 两千年那个是后来 因为我们所有的路上的矿 通通在80年代 几乎都通通收掉了啦 那为什么那个 后来两千年收掉了 那个是海底矿 海底矿 海底矿 海底矿那时候 两三矿还在做啦 所以毛泽飞先生 是在海底矿 那李教授 一个在矿区长大的 就在矿坑边长大的孩子 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其实赖金德他 他出生95天嘛 他爸爸就过世了 事实上他的家人 那个时候 他的大伯叔叔 隔壁里居全部都是 他等于是在 他矿区旁边长大嘛 对不对 那他其实是长到 读到建宗的时候 还有通车一段时间 后来在建宗的时候 就住在台北市 之后在台大 那等于他从小到他成年 其实就是一个 矿区文化 所这个 扶养长大的孩子 对 他绝对是 从头到尾 他是经历过的 那这个孩子 这种孩子 你们有什么样的 共同特质 我刚刚不是在讲到说 矿区小孩子 他是游戏 跟工作是不能分开的 所谓工作就是说 就减煤去卖钱 等到长大了 男孩子又进入矿坑坑 女孩子又进去做台亚咖 这是这样子循环 循环 对是世代传承 我们家总共到我是第五代 那那个赖清德 他们是到时到他是第三代 对不对 那之前他祖父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做矿工 然后再移到这边来盖僚 就不知道了 但是知道是他祖父就开始了 所以你的 你就是 你的家人也是告诉你要去念书 然后不要做矿工 赖清德是这样 他妈妈就叫他 妈妈叫他做医生 不要做矿工也一属了 讲到那个读书的经验 那是更是心酸的 我现在先讲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讲多说 小朋友 小朋友那么小 甚至你只是一个婴儿 你都被让姐姐背着 姐姐边玩 从小就在矿坑边长尬 对对对 姐姐背 所以赖清德应该小时候 也是被他姐姐背尬的 他婴儿的时候 当然是他姐姐背着他嘛 他婴儿的时候啊 他一出生95天 爸爸死掉嘛 对 妈妈要忙着打工 妈妈处理完伤势 妈妈不是要回到 那个台亚咖去做吗 对 去矿坑口做台亚咖嘛 那他怎么办 他就是姐姐在带嘛 所以姐姐就背在身上 用背筋背着他嘛 像我以前我姐姐 我从大姐背着我 二姐背着我 到三姐背着我 我就开始长大了嘛 他应该也是这样 对背着他 他眼睛张开 就看到姐姐在那边 跳绳 然后那个 那个土炭车就下来了 那个空车一翻 姐姐就赶快去 扫煤炭 哇 那个是在扫煤炭 要抢时间的 因为他翻车不能翻太久 大概一二十秒钟 以后把车子翻回去 那有的是 真的很慈悲 他故意假装说 他不太会翻车 你翻了车 不是要把车子 再翻回去正轨 翻回去铁轨上 他那条一段 这样翘翘翘不好 就是要让你多减一点 多少一点 这个就是一种文化 这种慈悲的文化 他知道小孩子在干什么 那个矿坑外面的世界 小孩子可以去上那个 那个游记院 就托儿所啦 上小学啦 穿制服啦 然后好像说 不读书会被打 会被骂 我们在矿区里面 坦白讲 读书是一种罪恶感 赖清德是有那个抗压性 他抗得住那种罪恶感 他一直读下去 我的抗压性是不够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的抗压性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的罪恶感是无法抵抗自己的那个罪恶感 我来读书 我妈妈的做那种 我家十个兄弟姐妹 我爸爸手缠 只剩下一只手在挖煤炕 我怎么读书啊 所以我唯一的冤枉就是我要逃离 逃离这个家 我再也不要让我爸爸妈妈 在我身上做任何的教育投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赖清德他的抗压性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钦佩 我是到了 去当流氓嘛 没有错就是去当兄弟嘛 我去管训去监狱里面 我才有机会再重新在监狱里面订书 从监狱里面考上大学 才一路再回到赖清德这个轨道来 尽管我比他大三岁 可是我念大学是管他世界 你知道吗 他变成是我的学长高我世界 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 今天被人家找到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矿区的房子是眼镜而来的 不是说但是经过代代的眼镜 你那个电光压杵都已经没有办法住了 你说不能改建吗 你那个木板房子不能住了不能改建吗 你即使弄盖上红瓦 那个瓦整个瓦片全部都吹掉了 你怎么办每年台风 一个夏天甚至秋天七八个 有时候十个台风都有可能 你屋顶被吹走了 你还来不及把屋顶扑好 等一下台风又来了怎么办 成天的闹水 我们的那个以前都没有那个塑胶桶 都是替汤啊嘛 替汤啊叮叮咚咚那个水啊 那所以说我们的那种矿区的那种生活 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本来不知道 江泰晋得上怎么知道 婴儿的时代就已经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 在什么地方长大 在姐姐的背上 咖喳叮咚咚长大嘛 然后再来就是面对自己稍微懂事了 跟着跟着姐姐跟着哥哥 或是跟着长辈 有踏出过矿村外面去了 看到矿村外面的小孩子的生活 就开始有自卑感了 原本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一样 没有被歧视的感觉 快快乐乐的 边玩边捡煤炭 帮忙爸爸妈妈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可是你开始出去外 矿区外面发现说 外面的世界怎么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怎么活在一个像地狱的世界一样 那时候就开始自卑感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赖金德是因为长期的这种政治文化的这种 熏陶他才开始会讲话 原本我们以前都是很木讷的 我们甚至不会笑 该怎么笑都不会 是在外面世界发现说 别人人家儿童会笑 他爸爸妈妈会笑 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会笑的 我们的大姐他们不会笑 我们只模仿爸爸妈妈嘛 他们会开心的笑 我们会跟着开心的笑 可是他们从来不笑啊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怎么笑啊 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那我们 我在这个 这个自由广场 自由时报这边 写了有六句的诗 其实这个都已经是 房屋从那个 那个 眼镜到 那时候写的 也就是说 呼应了 赖清德在节目里面讲的 在电视上讲 他说 他说他每逢台风 就会跟他 跟他姐姐 一找就去找 找那个安片 安片是我们台语 我们矿区专门讲的名词 就安片安片 安片其实就是说 一般中文 讲铁片 铁片 铁片是用来盖屋 盖那个屋顶的嘛 那那个屋顶底下 就是 黑帮的房子嘛 啊 房间就是很小嘛 房间就是那个 房屋的体积嘛 那 那 那你 你小朋友会开始 有 有自卑感了 怎么办 大人会安慰他嘛 他回来 他外面去看 人家的房子 怎么长那样 我没有看过 房子长这样呢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家怎么 房子长这样 怎么会差这么多 有的小朋友去看了 看了外面的世界 回来 看到自己的房子 看到自己 整个村子的房子 他会自卑 会有时候会想哭啊 所以大人会安慰 我把我们 矿区的那些长辈大人 他们安慰小孩子的话 在这个文章里面 就把它写成诗 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是 是 是 既有的诗 不是是我的创作 所以说你 你一般的其他人 不要把 不要把他当作说 这个是公共财 这个是我的智慧财 是是是 所以大人 他就会 会针对这个 触帮 为什么都插黑的 小朋友会 会问大人 我们到触帮 哪里插黑的 全家都插黑漏漏 我们外面 都家都很漂亮 大人就会回答他 大人就会回答他说 触帮 如果是插黑漏 我们就不怕 土担 我再念一遍 触帮 如果是插黑漏 我们就不怕 土担 就是这样 黑色是最不怕 污染的颜色 意思是这样 然后如果小朋友说 银片都插起来 红台来 我们都没有银片 那个屋顶上都没有铁片可以盖 火就是来 银片都插起来 赖清德就是这样讲 台风过后 他跟他姐姐都到处去找银片 我们是银片 所以我这里大人 就会去安慰小孩 我就帮这个大人 安慰小孩的话 又写成诗 这个诗就讲说 银片放胎吹了 银片也吹了 意思是说不用怕 银片放胎吹了 银片也吹了 你孩子是在烦恼上 烦恼上 烦恼上吹也吹了 你就去叫车回来就好 左邻右舍的 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侵占这回事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比如说这个银片吹到他们家门口 他就会等着你们来捡回去 他不会偷偷的把这个银片 捡到他们家里面去 在矿区没有这种人 绝对没有这种人 小孩子就会说 我们去银片 看人家的厨房 那么大厨 那么漂亮 我们家怎么这样 八九瓶 十丰片 小孩也不知道几片 我们只知道 我们家庭这人家 我们家庭这小小庭 然后大人又安慰小孩子 我就把它写成诗 所以这个家庭这人家 有好处 不是有没派处 说地盘 几片修处境 倒去 我们家庭去顶 小孩子听着就会笑 小房间才不怕地震 小孩子说 你爸爸你吹牛 你在那 你在那 问家鬼 我们的修处境 处境这人世 他怎么又是地盘的几片呢 地盘的几片修处境 哪有可能呢 你挨了一句就说 倒去 我们这里自己顶 就是倒去 多年来 我们这就要倒去 倒去之后 房子都要靠着 对不对 这横房子都靠着 我们就自己顶顶 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 安慰小孩子 不要有自卑感 所以在成年之前 你们在矿区长大的经验 都类似 都一样 那个这是我们的 黑色部落文化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这红胎来 鞍片 找到了 你家哪有钱 说再去买新的鞍片 再来铺呢 不可能 你就是把它捡回来 那先到他小时候 就来做这个工作 红胎说 一天 一个夏天秋天 红胎来背拜 他去 去鞍片 去背拜 背拜 回来 让大人去铺 大人 去铺 他不是 你铺 是部落文化 红胎 过了 不是 家家户户 各自铺自己的屋顶 不是 就是整个社区 整个矿村 大人 矿工 没去做 做的话看看 就是等于是天然的台风架 不然他们没有假期 就整批整批矿工 就到 到一家一家 去帮忙 一家一家修复 一家一家修复 所以大家感情都很好 当然感情都很好 对 然后你那个 安排吹到他们家门口 他绝对不会把他 捡到他家里面去 你说这样的 这样的文化在哪里 哪个地方有 哪个地方有 你们家的屋顶 吹掉了 像大金的他家 就变成说 他只有一个寡母 带着六个小孩 处顶背去 处顶吹都没去 他怎么订 他也没钱 带着头水塞 或是带着 不可能 这个时候谁订 如果我们没有 像类似 怎么讲 我们没有这种 部落的这种 这种文化传承的话 你根本你就不用 去叫人家来帮你订 红台一过了 突然过了就来了 你知道吗 来 较快点 你这间行行行行 因为你这个 那里面就死了 像他们太太跟小孩 这样六七个 比较快就先打起来 我们那里都一定这样 最弱势的 最没有 这个手机最大机的 那个阿爸 在那做好山的 那先打起来 像我们家 我爸爸就是 一手残了 他的工资变成是 只能赚到平常的 百分之五十 我们家也是 我们那个 大台风来的时候 几乎家家乎乎 屋顶都不见 然后旷工整个 一早起来 开始要把他恢复 那个屋顶的时候 我们家也算是优先的 因为爸爸 因为爸爸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可以工作 那我们爸爸也不会去 叫别人来帮忙 自己就一只手 就一直呛呛 一直钉 然后很快的 他的同伴 旷工兄弟们 就会围过来一起做 那一家一家一家 在迅速的护原 但是很快的 可能下个月 又来一个台风 半个月后 又台风又来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少年赖清德 就是要不是这一次 经过这么多的讨论 还有您像您这样子 很多人的个人经验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 你刚才很伤心的说到 就是在 那个环境里面要读书 读到高中大学 其实还会有罪恶感 因为他的哥哥 姐姐 恐怕都还是在 高中就抗压抗不住了 大部分人都去读高职 高中就不 不然就败了 不然就进入矿坑 去做矿工 不然就出去外面 去外面混看看 有没有一碗饭吃 他万里国中毕业之后 抗压性 他考高中 他没有考上建宗 他还一年去自修 那个压力多大 你知道 那个压力多大 很大 你看看 他背着书包 去上建宗 走到那里都风风风风风 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 他像天之交子 可是一回到矿区 看妈妈 要去找妈妈 妈妈 他已经放学了 妈妈可能还在 台海卡那边 他要去找妈妈 妈妈晚上要来吃饭 我可能帮你做 帮你把那个中午吃的东西 温热了 你赶快回来吃 然后就陪妈妈这样 一路走过来 妈妈全身都是煤灰 那你的荣耀感 何在 你看到妈妈全身煤灰 那爸爸像我爸爸 以前就是做礼犯的 所谓做礼犯的就是说 他是负责挖煤的 那个八小时煤挖下来 全身都是煤炭 全身都是煤粉 那很多小孩子都是 特别是领薪水的那一天 我说领兄 十天领一次 就是在矿区 矿坑口有个鼠塑 爸爸就出来 妈妈就会叫小孩子去迎接爸爸 今天领钱 很多小朋友都围在矿口 等那个爸爸出来 一个一个爸爸出来 做礼拜了 一个一个爸爸出来 从中是全身裹着煤灰 可是我们小孩子 都不会认错人 绝对不会认别人当爸爸 他一出坑 我们都知道爸爸是哪一个 那就很好玩 可是你如果说 我们矿区里面 大部分都不读书的 就是说没有读书是常态 也没有什么 这个罪恶感的问题 可是你去上见中 你一定会有深层的罪恶感 所以他的内心好挣扎 他有一段很长的压抑 那当然你要抗得住 如果他抗不住 他就会跟我一样 我要离开家里 我要马上让我妈妈 没有这个负担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你问题是 你一个单纯的小小心理 你想要去外面闯世界 可是你可能闯 误入歧途就闯到黑暗的世界 就闯到比框更黑暗的世界去了 所以你走的是 不幸的是这条路 后来自己又走回来 你要是不讲 我很难想象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那个地方 在他们家万里那边 大部分的人都是 世袭在做矿区的工作 然后他去见中夺书 然后他的妈妈 如果他爸爸还活着 那他不是也跟别的 别的小孩 会到矿根口去迎接爸爸 他爸爸如果做礼拜 他出来全身都是黑白暗 他一样也不会认错人 这个就是我爸爸 他跟爸爸爪在一起 从矿根口回到自己的黑木板屋 这个沿路爸爸全身裹着煤炭灰 你穿着建宗的制服 你说你好过吗 你看得住吗 怪不得他会哭 当然他哪一个矿根的子弟 哪一个矿工之子 矿工女儿 讲到过去父母 不是为自己哭的 是为父母来哭的 这种不是同情类 而是我们本来生来 就是这样的命运嘛 怎么不读书 像我爸爸 我祖父 到了曾祖父 他代代就是在那个地方 代代就是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采煤 算是一技之长嘛 他怎么怎么轮转 你说去联考轮转 我们连联考的机会 念头都不敢有嘛 你参加什么联考 考试公平制度 公平制度 我们问题是 我们还没有进入 那个公平制度 就已经disqualified 就已经不够资格了嘛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是越早进入矿坑里面 女生越早进入台爱咖 就是越是好孩子嘛 幼儿童子嘛 这女儿真聪明 真乖嘛 这年轻人就要 配女儿和白老婆 减轻业份负担嘛 这个女儿也同样 十二岁 十二岁 达手比较 达手比较 达手比较快就去 先去做推车工嘛 推车工是很难做的 你光是推一个空车 遇到那个满车下来 你要把它翻掉 让满车过 过以后你的车子 不是已经在铁轨外面了吗 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车子 再翻回去铁轨上面 这就是一个很难学的 他可能学里有没有学了半年都还不会 像我们那都很熟熟 你咔咔一下就上去了 那整个矿区的文化是 它是不是说你像不像现实低头的问题 而是他代代传承 他就是这样嘛 所以国中毕业处去打工去什么 那他好 我现在想像他 因为他独见中 其实都是妈妈打工 当然 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可以 要怎么打工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打工机会 哪里有像现在说 这个什么7 7-11这种系统 各种的清新服务权 18岁以前也 现在18岁以前没 以前都没有啊 以前台湾是农业社会嘛 那意思是万里的 矿工家庭长大的赖清德 他必须克服 大家都没有在读书了 都在赚 都在打 都是去工作赚钱了 只有你 只有你啊 在矿区 你刚才他 他妈工作让你去读书 念建宗要从16岁念到18岁 你的小学同学 男生女生 男的都已经进入矿区里面 去挖煤了 女的就在台下咖那边做工嘛 他们以前的乡里的人跟我说 他国中毕业 他居然为了要上建宗 他可以重考一年 那是很艰辛的 其实在你讲之前 我没有办法完全想象 我当然知道很艰辛 可是其实你的意思是 意志力之外 还有一个生活艰苦上的问题 你没有去帮忙 夹记这个问题 人家都去夹记 甚至于他的两个哥哥 那个时候都先去 读高纸工作去了 所以这一段困苦的过程 是他妈妈很建议的 他妈妈很坚强的 叫他要念书 当然 要当医生 而且我们有一个文化 会做妻子的 或者做矿工的妈妈 这是我们的阿嬷 就会偷偷的做一件事情 从我们会听得懂 台湾话的时候 就开始耳提命 面命 你以后不要做矿工 你大人不可以做矿工 你大人 像我的祖母 我们阿嬷 他会说 建永你大人 你要去学一个学生 学生 就当学徒 都还比做矿工 当学徒 那修好比较 也不用比较 也没关系 拜祝你 那里长 船长 帮我们印 印钢工 你去鸡子 去看白青店 还是要 辅助辅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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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店都没关系 都没有做矿工 去那里做学徒 一直给你灌输 一直给你灌输 说你 去你做矿工 那是人在吃矿工 我们阿嬷 青鸟 青鸟西代 清朝时代 出生的人 就是他比 他等于是比 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 大正以前的 年间出生的人 我阿嬷 他说 做矿工的人 跟吃矿工的人 比你知道 怎么比较 吃矿工的 是死去 还没带 如果你们爸爸 你们老婆 你们阿爸 做矿工 是带里还没死 你不能进去 我们小时候 会进入矿坑去玩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游戏场 我们游戏场 除了铁轨边以外 就是进入 矿坑里面去玩 玩了从矿坑里面 出来的时候 就会被阿嬷 或者是妈妈 就小小就在那里 去睡 你不能进去 刚才说 你把我走进去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结论是 赖清德在这个环境 长大 真的不简单 要不是他妈妈 很坚持 很坚强 很那个 他小时候怎么可能 不去玩 小时候一定 大家搅下去了 大线的 大线的 所以他才会觉得 他妈妈这么 这么辛苦 男孩子就是 男孩子就是 这样嘛 金矿区 女孩子就是在外面 这个工作 你进去 那个矿坑 我现在带大家 进去 进去矿坑 那个矿坑 那个坑口 他外面都会写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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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番的 什么六坑三坑 以前电影 电影 有一个八坑坑口 张爱家主演的 一番的 二番的 三番的 比较少 四番的 五番的 六番的 一坑 二坑 三坑 五坑 六坑 我们现在 由一坑坑口 这样进去 进去你就是说 我 带大家坐 坐 那个 途端车 空车 空车 我们进去 就是一个 主干道是蛮宽的 是可以让那个 轻便车 进进出出的 那你要进去 我要找我爸爸 或者是说 赖青鑼 去找人的 爸 这样子 轻便车 轻便车下去 可能下去 一两千公尺 你就会看见 周边有很多的 支道 就像巷子一样 很多的巷道 右边 左边 到处都很多的巷道 其中有一个巷道 就是你爸爸 在那里工作 那你就看到了 你就走进去 那个巷道进去 你就发现你爸爸是 侧身 等于是躺着 躺着 躺着 戴着安全帽 躺着 穿一样 那个面团在那里口 打赤膊 就是全身 都是赤裸裸的 只穿一件 那个 那个 面粉带坐的裤子 戴着一个 安全帽 我们说电灯没有了 上面有个电灯 电灯 那台积 就说 蓝爬顶 就是我们的 灌习惯用语 然后 你就看到 赖清德 或者是我 就看到我们的爸爸 就躺在 那个 向道里面的 某一个地方 他没有爸爸 他应该也进去过吧 对啊 就躺在那个 某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的 霉层 那个就是 为什么说 只有这个 这个向道 可以进去 那是炸药 炸药先炸 炸药 炸出来以后 做土的人 怎么做一番 三番 做土的人 会先把这些土 一清出来 清出来 用土车 送出去 他甚至用天车 在咬 咬出去 咬出去 就有 我刚才说 两个男人 在接印 去土团 要去倒掉 而且炸完之后 土都清清出来 以后就形成一个 一个大缺口 这个就是探测 知道这里是有炭的 然后再开始玩 对 然后矿工就进去了 做团的人 开始离去 离去 咬咬咬咬咬 就发现霉层 那个霉层 都是差不多 三分之一公尺 高度 所以都要 躺着 然后侧着 侧着 它那个高度 霉层的高度 不到三分之一公尺 在以国外的标准来讲 这个是不能开采的 对不起 这个是违反 矿场安全的 以国际标准来讲 这个坑根本不能开的 但是 以前的国民党 你也知道 他说要 他说可以开 就可以开 没有安全问题 结果造成 我们台湾的死亡率 应该当时 是全世界最高的 历来死掉 六千多人 国军有死这么多吗 国军也算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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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扶勤 期间过世的 然后 我据我知道了 全国死亡率最高的 就是这个矿工 好 时间的关系 最后 最后你跟我们大家 想讲 就是 有的时候 大家对于 赖夫讲到 他以前的事情 的悲情 有的人还会嘲讽 还会怎样 因为他 他到底 所以经过 这样的环境 长大了 你可以做到副总统 而且他很可能 会选上总统 对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其实你现在 你对赖清德的评估 只是从他的字面上 他的政绩 他的学经历 还有他展现出来的内外在 他外在很帅 然后内在也很有品德 就连那个郭正亮 他现在不是男军的吗 他都会阻止他们男军说 你不要去批评 赖清德 什么你说 什么要去 给他抓换 有你的夜店 他这是清教堂 他是一个清教徒 中路火 你这样子只会 就是说你只会 只会抓鸡 偷鸡不着18米 你到时候会自己 至少难堪 不要去找他 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他没有那些 他这个人没有那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可以让你找 这个没有任何的 几乎是零缺点的人 可是你从这些 表面资料来看 你无法了解 一个矿工子弟 一个正牌的矿工子弟 他的特质是什么 我跟你讲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特质 就是说矿区的文化 是不能记恨 他只记恩 他不记恨 因为你矿区是这样子 我们 我们他爸爸 我爸爸那边都是一样 都是一定是要 自己这个小组 修讨 自己自己有个团队 大家结拜为兄弟 那再跟别的 别的修讨领导的各小组 甚至于跨媒区 去跟人家结拜 像我爸爸 最少他有结拜的兄弟 有一群一群的 有17或18群 也就是说 你有这么多的 一群大概都有 20个左右 好几百个矿工 都是你的结拜兄弟 也就是说 你不只是在这个矿场 大家得到相互的 因为政府跟资本家 他是不会管你去死活 你就给我挖出来 我给你一点钱 然后不然你去饿死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其他专长 你也没有读书 然后我们必须要 靠自己互助 就成立这个时候 那个brotherhood 这种兄弟会 就是为了要互助 那你为了要互助 就是说 当我们矿区发生气暴的时候 或者是搂杠的时候 我刚刚不是讲 侧身在30公分左右的 高度的那个煤层 你在挖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把它 一点都不留 从第一公分挖到第三十公分 对不对 那等于就没有反冲的泥土层嘛 上面的那个磐石啊 随时会落缸 落缸就是磐石会 砰压下来 就就死掉了嘛 或者是说 那个瓦斯会爆炸 还有蓝银的人说 是不是赖金德 他说白菜啊 他爸爸根本不是死在矿坑 可能是瓦斯中毒嘛 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瓦斯中毒 那是我们台湾 没有在用瓦斯好不好 我们那边有什么瓦斯炉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懂嘛 那个是因为碳块里面 含有甲烷 那这个甲烷 我们俗称为瓦斯 碳块里面就有 含有瓦斯嘛 所以矿坑气暴 就是因为 那个煤炭里面 含有非常充足的 那种瓦斯的气体 所以你说 没有 就是我们赖金德 这样长大的孩子 他的人格特质 第一 不可以记仇 不记恨嘛 为什么 你要怎么记恨 你的 比如说你有17群 18群兄弟 结拜兄弟 你家有任何的 我们像比如说 要修房子 大家都来修嘛 去你看这就好了嘛 阿公阿嬤过世 他们大家 都帮忙跟观察嘛 都不用 打扮就对了 都自己 自己 结拜兄弟 就都处理好 平常 如果说有什么 喝酒 或者是什么 有点吵嘴的话 可以记恨吗 所以第二个特质 你不能记恨 你记恨的话 就不行 因为 你像我爸爸 他当时爆炸的时候 赖金德他爸爸 那种瓦斯 是没办法 瓦斯真的是 一下子很迅速 中毒就死掉了 然后如果他还能逃的话 逃到一半 逃到一半 他体力不支 倒下去了 如果没有人 扛他出来的话 他就死了 就是 大家都是 结拜兄弟嘛 他的文化就是 你不能够看到 自己的兄弟 躺在那个地方 你独自 跑出来嘛 绝对不 不可以这样子做嘛 所以这个 不只是不记恨 他还会说 你昨天才跟我吵架 我今天就可以救你嘛 你听不懂 你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他要吃苦耐劳 很坚毅 不会被打败 赖金德这个 不记恨的这种特质 我敢跟你讲 在台湾的政坛里面 你很少找得到 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是 哀辞必报 优秀优安必报 赖金德他不是这样 从小是跟父母 跟他们的结拜兄弟 养成的那种文化 那种不记仇 不记恨的文化 他从小是在那个文化里面 长大的 他不会记仇的 所以他很吃苦耐劳 很认真 很执着 不达目的 绝不罢手 这些都是这个 矿区长大的孩子的特色 那个挖煤炭也是啊 我这几个例子讲说 不记恨这个东西 在台湾有多少政治人物 是报仇报来报去的 对不对 冤冤相报的 好啦 那时间的关系 最后两分钟你告诉我 赖金德做总统 会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总统 我刚刚在讲说 你那个 不自私这种 这种观念 以前那个雷根有个笑话 说有两个好朋友 一起去爬山 爬到一半 遇到这个灰熊 哇 灰熊来了 那其中一个就赶快蹲下去 绑他的鞋带 另外一个就 就很奇怪 问他说 你是怎么要绑鞋子大 你干嘛 干嘛吸鞋带 他说我细鞋带啊 我只要跑赢你 我就 我就 我就活了 我就可以 可以存活了 这是什么文化 这就是国民党文化 还有一些 某部分 我们也不会演 某部分一些民进党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政党 他会展现 比较自私的那种个性 他只顾自己 只求自己存活 对不对 当然我也没有害死你啊 我只是为了要跑赢你 我就可以活 那你就去让黑熊吃掉吧 是这样子 赖信德 他绝对不是这种人 你 我就跟你讲说 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放心 交这样的朋友 他绝对不会出卖你 因为他这种特质是 从小在旷村里面 他是根深蒂固 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怪不得他为他的朋友 红旗昌虎乃人 背书 他们没有贪污的时候 还拿政治声明做赌注 对啊 还有哪些特色很快告诉我们 还有就是说 像我们赖信德 从小也一定要 要说断吹的时候啊 他妈妈回家说 哎 那穿着你 这个米庚啊 以前那个统一规格的 米庚也统一规格 米是放在昂里面的 米庚都没米了 米庚啊 就是 就在沉米的那个宫啊 叫我穿着你去 去家旁边 没有一个 金蓮阿姨去 做一公米啦 你去做一公米 从小就有 最有借米的经验 你穿着去做一公米 苗仔马上就 就 全村啦 全村头 沦流大家香米来给你了 你不用 你去做一次米 再来你不用做第二次了 沦流大家香米来给你啦 所以那是一个感动的 什么时候 轮流捧米到他 到他家来 到我家来 让我们小孩子 有米可以吃 要捧到什么时候呢 捧到我们 有一天 我妈妈或者他妈妈 说青竹啊 你这公米 你拿去 派那个金蓮的阿姨 他就把这一公米 拿去派金蓮的阿姨 全村又都知道了 都知道他们家有饭吃了 这样的孩子 这个文化是这样子 他从小是这样长大的 你叫他去出卖朋友 你叫他去对朋友 记恨来报仇 或者说你对他 就来讲说 这个人鸡鸡鸡这样的口号 他不会喊口号的啦 我们没有口号 我们不懂的口号 所以他不会讲甜蜜话 对 我不会啦 他也不会打电话 跟人家社交 不会啦 他从来不会跟你 跟你应酬的 你放心好了啦 因为 因为 他也不会骂人 对 旷坑本来就是这样 他就是 就是怎么讲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木纳 可是他从政那么多年了 对 但是问题是 讲政见 讲什么 他讲的比谁都好啊 这样就好了 他讲的比较逼迹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 他政见能够实施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嘛 旷工他不是出口讲话 他就是用双手 用手在做事情的啊 挖煤是用嘴巴挖的吗 旧人 彼此旧矿工 像以前梅山梅矿 半夜的时候广播出来 矿工子弟赶快到梅山梅矿 坑口来报道 我那时候念东风大雪大山嘛 这个半夜其实就是逆向 我不知道逆向哦 逆向走那个高速公路 都赶到那个坑口去帮忙嘛 因为只有矿坑的子弟 矿坑 矿工本身 他才敢进入那个坑道里面去 他的DNA就是个矿工家庭 对啊 正义感 这个值 然后这个对人 那时候他是人在南部 如果说梅山梅矿 他人在北部 他一定有回去报道的 因为 因为你一般的人 你不敢进去嘛 所以放心 把国家交给矿工 你那个消防员的 那个专业的救援能源 他也不敢进去 里面 里面是跟那个迷宫一样啊 你如果不是从小在那边 生长的话 你根本你进去的话 出不来啊 所以怪不得台南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他 就是 你看他多勇敢 你看他多勇敢 多勇敢 灾害在他来讲 那是他的日常 你要知道啊 面对灾害 如何跟他对抗 你也知道他的特质 政治人物里面 你别想找到这样的人啊 我跟你讲 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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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